如何看待职业打假人涉嫌敲诈勒索被立案 当也不赔就向法院起诉啊 经过调解 别放浮了啊 直接赔了500块 呦 还真赔了啊 似乎找到了发财致富的好途径 于是就有了后面的事 标准化流程化 一年搞了800个啊 平均一天啊 三个案件 目前的这小伙子 已涉嫌敲诈勒索 已经被立案了 那打假到底违法吗 嗯 如果你正常来打假货 然后去起诉啊 依法索赔三倍 不买500的赔500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啊 依据上海市高院 关于职业搭载人相关答负的通知呢 如果你赚钱为目的 也不管或是真的假的 对商家啊 以投诉举报 媒体曝光 投诉等方式进行威胁 强行索赔 或者索赔的数额 明显超出了合理的范围 数额较大 或者多次实施的 可能构成悄悄勒索 你向本案 当事法官也表示 这个陈某啊 他们买到的东西 不管真假都会去起诉 利用法院这种权威平台 来给商家发传票 就问你怕不怕 赶紧赔钱 他还和法院说呢 800起 少了 我一年要打 一万场官司 十年打 十万场 光这个还不算 他打官司啊 就是瞎打 去年8月的时候 他购买了 某品牌的 逼运套一件 但却在起诉状中呢 说该产品呢 违反了食品安全法 你平常买这个 是用来吃的吗 而且还购买 某国产品牌 认为该产品呢 没有提供 入境货物 检验解决证明 这不是瞎搞吗 我国产呢 我录个什么镜啊 目前的已经被立案了 如果听调查呢 确实存在 威胁上下的情形 那没啥可说的 法律也是有底线的 法院更不是 索赔牟利的平台 关于这样的大家 你们支持吧 花开的时候 你就来看我 等你来摘 最美的那一朵